齐米华出事了,在内地警方发布了批捕公告之后,澳门警方已经成功捉住了他,目前案子正在调查中,只是未来案子是交给澳门处理还是交给内地处理,目前还不知道,不过肯定确定的是,在各种流言蜚语出现一年之后,齐米华真的凉凉了,而且未来等待他的肯定是牢狱之灾了。 齐米华是澳门最大的蝶马仔,他的公司垄断了澳门六成以上的蝶马业务,齐米华一个人就有18个赌厅跟300张赌牌,实力确实很强,其实在两年之前,内地就有媒体披露过齐米华的网络赌博帝国,后来事情不了了之了。 去年有传言说,习米华涉嫌习米,米在粤语里面就是咸的意思,当时还说,习米华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结果习米华一方面跑到泰国去,一方面感觉在网上辟谣,说自己公司账上有180多亿的流动资金,单单是在银行的存款就有100多亿。 随后事情过去,习米华回到了澳门,最近他才刚刚折价转让了自己大部分的股份,让人看不明白。 在批捕公告出现之后,很多人以为习米华跑路了,不过事实上证明,习米华并没有跑路,因为10天之前有网友在澳门偶遇他了,然后他也已经在澳门被捉了。 去年在流言蜚语发生之后, 何鸿燊家族也是受到了影响,要知道何鸿燊家族的奥伯跟习米华也有不少合作。 另外,四太太梁安琪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习米华的幕后靠山。 当年崩崖居入狱,梁安琪需要一个新人来帮助,最后她看中了习米华。 习米华也是因为梁安琪的福祉最终成功发展起来的。 当时很多人认为何鸿雄是利用了习米华的事情打压了梁安琪。 不过如今看来何鸿雄真的太聪明了,他不仅仅在一年之前就跟外界表明态度,同时是保固的梁安琪。 习米华这次倒下,梁安琪未来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 当年习米华40岁生日,搞了大型的生日宴会,梁安琪还带着女儿去参加派对。 梁安琪肯定不会去参与习米华的生意,不过因为两个人关系好,难免会被人拿来做文章。 现在又是赌牌续约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可大可小,小则影响梁安琪个人,大则影响何鸿燊整个家族。 梁朝琪非常的聪明,他在公司会议上怒斥梁安琪,看着是不给梁安琪面子,实则是保护了梁安琪。 当时何朝琪就旗帜鲜明,让公司跟家族上上下下,都不能跟习米华再合作了。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何鸿燊倒下,梁安琪也晚了。 其实梁安琪本来要自立门户的可能性就不高,梁安琪自己也是知道的,他已经有了几百亿的资产,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心思了。 何朝琪让梁安琪跟习米华断了关系,保护了梁安琪,梁安琪也是明白的。 于是何鸿燊去世之后,梁安琪是给足了何朝琪面子,一直在安安心心帮何朝琪打理何鸿燊家族的生意。 何朝琪自己管理幸德集团跟美高美澳门,而梁安琪则是跟何朝凤一起管理奥伯。 最近奥伯的上普京酒店咖业,这个项目投资高达数百亿,因为项目是梁安琪主导的,所以何朝琪给足了梁安琪面子,他也是没有出现在开业典礼上面。 梁安琪也是认可了何朝琪这个接班人,何朝琪生日的时候,梁安琪没说什么,却是让几个子女去给何朝琪庆祝生日。 当时陪着何朝琪一起过59岁生日的人,不是二房的人,而是四房的几个弟弟妹妹。 当年何朝琪也是非常开心,喝了很多酒。 这也是这么多年,何朝琪第一次跟四房的弟弟妹妹一起吃饭聊天,之后何朝琪跟自己的闺蜜聚会,他也特意带上了何朝联跟何朝银,显然已经把他们都当成了自己人。 何朝琪确实聪明,他的眼光非常好,而且做事有魄力有手段,他也看得清楚形势,西米华这些人都不干净,还是不要跟他们走得太静好。 何洪生当时去世的时候,西米华曾经的大哥崩亚军想要去送何洪生。 崩亚军当时找了梁安琪,梁安琪本来同意了,后来这个事情梁安琪告诉了何朝琪,结果何朝琪却是非常生气,还告诉了梁安琪不要惹事。 何洪生去世的时候,很多政商界的大佬都来,里面还有人跟崩亚军有仇。 崩亚军这样的人如果出现了,那么万人会如何看待何洪生家族? 特别是那些政商大佬会怎么想? 何朝琪明白现在是什么形势,崩亚军虽然走回正途了,但是毕竟曾经是轰动澳门的人物。 梁安琪其实也知道,何朝琪表面是在打压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如今,习米华出事了,更是证明了何朝琪的做法是非常聪明的,也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没有何朝琪在去年就提前安排,那么说不定梁安琪也会被卷入习米华这个事情,至少梁安琪的名誉肯定要受损了。 当年,梁安琪提携了习米华,哪里知道她现在背着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次习米华倒下也将连累很多人,那些跟习米华有来往的人,澳门几个很大的蝶马仔,另外还有很多跟习米华关系密切的明星。 这些人如今也是人人自危,他们未必参与了习米华的生意,但是他们过去跟习米华太亲密,肯定在名誉上会受到影响。 习米华的事情到底有多大,还会牵连多少人,目前还需要警方继续调查。 不过对于习米华来说,他这辈子算是凉凉了,他白手起家,可惜控制不住自己的野心,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很多赌徒都是输给了习米华,而习米华最终是输给了自己的野心。 要说娱乐圈哪个明星或者资本大佬跟习米华关系走得近? 那从向华强、陈兰夫妇、赌王何鸿燊、斯坦良及杨寿成、古天乐、汪峰、吴奇隆、周冬宇、道立杨千玺,围绕在习米华这个光环下的明星名字不下几十个。 在这群人当中,那么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有电影方面的业务,而跟习米华的人生版图、事业版图产生了交集。 而在这其中,当时吴古天乐和习米华走得最近,复杀二人交往多年的这些片段,至少有三个细节能够证明两人的交往过密程度。 别的明星他不提,偏偏说他自己是澳门古天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一群油腻的身材变形的钟鸟铺铺行当中, 习米华算是保养得非常不错的。 平日里,习米华跟自己的儿子PK拍身材写真,居然一点也不舒证。 光看这张脸和这副自律的身材,说习米华是行走在娱乐圈的当红男明星,大概也有人亏信。 习米华之所以这么说,还是觉得自己除了身材好以外,有亏的肤色也跟古天乐非常相近。 所以他这种自称澳门古天乐的说法,不仅没有得到古天乐的驳斥,在公开场合,古天乐还默许了习米华的这个昵称。 有一年,古天乐上台拿奖,习米华居然是作为好友,一同陪同古天乐抽携一颁奖典礼,逐渐二人之间友好的关系。 第二个细节是,我们在复盘古天乐主演的电影时发现,有非常多故事出自习米华旗下的太阳娱乐公司来投资的。 无论是我们大家知晓度非常高的扫读系列电影,还是豆瓣评分都不怎么样的微诚,都少不了习米华开办的太阳娱乐公司的投资。 电影类型涵盖景匪片、喜剧片、年代戏。 难怪房间有人戏称,能黑古天乐的只有太阳,这下大家明白了,这个太阳莫不是指的就是习米华的太阳集团下面的太阳娱乐经纪公司。 古天乐与习米华交往的第三个细节是,他是娱乐圈少有的敢公开怼习米华的人。 在一些公开场合,古天乐不仅异常活泼,非常大胆地调侃习米华,而且他完全不顾及台下坐着多少娱乐圈大佬。 如果不是私底下关系特别好的兄弟情,一般人不会这么不给好友面子的。 习米华参与内地电影《投资》走得有多深呢? 我们看到,在伯纳出品的一系列电影《红海行动》、《湄公和行动》的背后,都出现了太阳娱乐集团的名字。 同志料。 如果我们看到,的。